沈凤云 倒算 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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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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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声呼唤 邦达安区龙申里 沈凤云 里长加油打气 并祝福他能连任里长 在选战倒数的日子 沈里长竞选总部成立 现场聚集不少地方人士 市议员与参选人 里长们 还有民众一同共享胜举 一起为里长竞选战侠 因为我觉得龙申里的 里长 沈凤云 他不只是我们台北市 最杰出的里长 更可以说是全国最杰出的里长 他从长照计划 到我们年轻人的就业 以及地方的建设 他能够铺整个 铺路整个龙申里 让我们龙申里里面 感到住在龙申里 是非常温暖温馨的一块地方 第二个 我个人是客家人 一个客家人 感觉到自己客家里长 就是沈凤云 他秉持着客家人 艰苦卓贼 奋发努力的精神 来推动这类里面的工作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肯定的 那么这一次选举 为什么龙申里只有 沈凤云一位出来选 就表示我们龙申里的里面 全部都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支持沈凤云继续连任 让他能够高票当选 让他能够再继续为龙申里的里面来服务 他登记20号 陈几云继续 拜托大家继续的支持 基层的服务 在里的一些建设的争取上 受到我们所有里面的肯定 今天的茶会 才能够有那么多的乡亲来这边 乡庭 这边 我也要借这个场合 跟大家呼吁 继续让我们安省里长高票当选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来呢 就是帮万安表达 我们对于沈凤云会长的支持 对不对 对 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万安来 来拜访沈凤云会长非常多次 所以基层的需求 我们最了解 我们一定要让沈凤云最高票 更高票 对不对 对 非常开心 来到我们的龙申里 就像回到家一样 因为我们的沈凤云里长呢 永远都是把我们所有的里面 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 这样子来疼惜 这样子来照顾 所以我们龙申里呢 在里长 跟大家的合力的支持之下 这样给其他非常多配合服务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龙申里 是全国第一名的示范社区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幸福 很骄傲 有没有 有 好 我们礼上 不但我们的道路是最美丽的 我们的公园 也最近也帮大家改造好了 有了新的很多的游乐设施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天空 染线 我们也把它清除掉 还给大家美丽的天空 好 然后呢 我们的污水海水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侧高 我们的后向 每一样东西 包括监视器 治安各方面 我们里长全部面面俱到 都帮大家做到最好 好 所以呢 我们里长虽然这次是同俄竞选 已经党选 但是呢 我们大家要用最高票 给他肯定 给他支持 代表对他付出的肯定跟鼓励 大家说话话 好 好 十一月二十六号 还是要给里长更多温暖的选票 好不好 好 来 拜登大家 一定要出款投票 投票力一定要吹出来 我们一定要为了里长出来投票 OK 拜登大家多多支持 那未来盛文进入市议会 绝对全力的来推动 勒林生活都会区 让给予长辈更全面性的照顾服务 但也要希望 拜登大家给盛文一个机会 未来才能来大安区 来推动这个勒林的政策 我们民意代表 需要各位的支持跟鼓励 赢得一票是我们前进的运动力 所以在这边 博弈拜托大家 恳求大家 十一月二十六号 让我们沈凤旅里长 用最高票连任 继续的为我们的龙胜利服务下去 好不好 好 然后那最后那博弈工商一下我自己 我十号 十全十美 希望十一月二十六号之后 博弈十全十美 里长一马当先 沈会长他非常的热心供应 然后包括他理念的这些建设 都真的是 我们后辈的这些学习的一个对象 他在这边百忙之中 我们也希望 沈会长今天能够高票当选 深深一举功来感谢大家 谢谢 我也要跟大家报告 在十二年前 我当时是一个名副金转 没有人认识 但是我在一个月筹备我选 当时那个里长做得很好 但是有人想换 所以我就出来 结果他四十五年做十一件 在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是第一次当选 到这次是要第四次的竞选 感谢大家 主要我们龙生里 在各位高水准的里民的支持 帮忙之下 我也没有辜负大家 我们里可以说 这几年来 脱胎换骨 过去的林里向道 水沟盖 是一块一块的水泥砖放上去 自从我上任以来 我就全部把水沟盖 改为常驻式的水沟盖 这样不但美观漂亮 蚊虫也少了很多 单边的路向道 我都把它标化为绿色行人道 给大家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依据台北市政府 最近的统计资料 绿色通道和过去化红线 车祸可以减掉百分之六十 所以过去巷内有很多的 变线杆变变箱 也都一一我把它拆掉 我常常讲 中华民国首都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首善之区在大安区 大安区的首善之里在龙生里 因为龙生里 它这个区块有比较特殊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人不是教授就是校长 不是校长就是老师 所以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都是有钱的企业家 这个族群的他的特性就是比较高傲 他们比较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 但是很多的杰出人士住在我们这边 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亲戚 但是年纪大了慢慢 大家的这个动力就没有了 所以原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我自我上任以来 我就把所有的硬体改善 把马路全部选刨重铺水垢盖 全部厂住更新 所以我们也把我们里内的电线电缆 全部地下化 给大家感觉有那个 幻然一新脱胎幻股的感觉 说到过去为里上的努力 省里长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与理念 担任多届里长的他 为地方的每寸土地里民争取福利 在接下来的日子 仍病持持续为民服务的精神走下去 市长就说那做捷院怎么可以 有办法不要过红利灯 穿越半马线我就跟他讲 结果他怎么讲 我要求他帮我们接一条连通道 所以以后在今年年底连通道完成 我们农村里就是变成全国最优质的一个里 大家说出色 是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忙来波容 来参加小弟今天的竞选服务处成立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热情里民来到竞选总部 听到大家齐喊当选 都忍不住手足舞蹈 高举双手与呼声表达支持 现场人声鼎沸 沈凤云里长也承诺推动基础建设 建立人文有声社区 以公开透明公民检视的决心 全心全意来服务地方 记者温讯台北报道 我们下单走的线 谢谢大家